氣象局在今天下午宣布 今年的第九號颱風馬鞍是正式生成了 那麼預計在明後兩天會最接近臺灣 那麼預估有可能會帶來部分的雨勢 那麼氣象局是在今天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是正式宣布今年的第九號颱風馬鞍 還有第十號颱風蝎湖是雙台生成 不過這個蝎湖其實距離比較遠 因此對臺灣的影響是比較小一點的 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馬鞍的部分 它在二三號二四號的時候 會最靠近臺灣也會帶來部分的雨勢 會比較大一點 那麼也可以看到這個馬鞍 大概是在臺灣的東南部這個海域 這邊生成之後是一路往西北的方向前進 要前往這個中國大陸廣東的方向 不過它通過臺灣南部的時候 會導致這個臺灣的南部東部東南部 會出現短暫的陣雨還有雷雨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也因此預報員就要說 馬鞍預估是輕度颱風的強度 不過他認為發布這個警報的機會 其實是不太大的 但要特別留意的是根據氣象局的統計 如果今年8月還是沒有颱風警報的話 那麼將會是首次連續三年一到八月 都沒有任何的颱風侵襲臺灣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